2月初,趁住农历新年的假期空档,我一个人到了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萨哈林州,也就是库叶岛旅行。 为什么来旅行库叶岛?因为库叶岛位于惡霍刺客海北岸,南部曾经被日本统治过40年,留下大量日治时代的历史遗迹。 同时,萨哈林人的日程生活深受日本影响,造成当地很有特色的日俄混合文化。 南萨哈林斯克,日治时代化太厅的首府,原名风源市,曾经是日本最北端的大型城市。 现在为俄罗斯萨哈林州的首府,也是库叶岛上第一大城市。 与一般俄罗斯的城市不同,南萨哈林斯克的街道,坐北向南,非常方正。 这正是传统日式城市的规划。 例如京都、奈良和札幌,在市区内散步随处可见日式建筑的遗迹。 这时整座城市,显得与俄罗斯格格不入。 特别有趣。 萨哈林州地区博物馆,有火车站穿过列宁广场。 沿着communistikoski prospect向东步行十分钟,你会看到一座非常耀眼的日式建筑。 萨哈林州地区博物馆 萨哈林州地区博物馆是南萨哈林斯克的地标。 它的前身是日本化泰厅厅府,建筑外形类似日本传统的天守阁。 现在被改建为地区博物馆,是库叶岛上最大及最完整的被保留下来的日式建筑。 在馆内展示库叶岛丰富的历史文化资讯。 如果你对库叶岛了解不多,这里非常适合作为库叶岛旅行的第一站。 公园散步 南萨哈林斯克,是一个绿化年纪非常大的城市。 冬季时,在公园散步欣赏一片白色的景象。 十分惬意。 从火车站到荣耀广场一路上有三个特别值得推荐的公园。 旭川公园,Parking Chekhov, Polgarina。 旭川公园是市区内保留的最完整的日式公园。 金发碧眼的人们,在一个类似日剧场景的公园中散步、运动、溜小孩。 看上去非常有趣。 Parking Chekhov位于萨哈林剧院的四周。 同时也是整个南萨哈林斯克的中心点。 公园附近一条一条纵横交错的林荫大道,在城市当中显得格外美丽。 Polgarina是市内最大的公园。 与其说是公园。 更应该说,它是一片被保留下来的原始森林。 面积非常大。 是萨哈林人日常生活中的最重要的休闲之地。 森林中还藏饮一个非常漂亮的湖。 冬季结冰时,这里摇身一变,成为萨哈林人的天然溜冰场。 你也可以在白雪纷飞的季节中,在Polgarina湖畔的Kassel瓶上一杯暖暖的咖啡。 感觉酷夜岛的休闲续细。 荣耀广场。 南萨哈林斯克荣耀广场。 位于Communistikoskili Prospekt东部的尽头。 从火车站步行约20分钟。 与一般俄罗斯的城市广场不一样。 这座广场远离市中心,而且被山而建。 因为广场的前身,是日本化泰护国神社。 是化泰最大、最具极尾的神社。 1945年。 俄罗斯收复化泰后,被改建为荣耀广场。 当中放置雕像和坦克、鱼雷等军事武器展览。 由火车站至荣耀广场中间的这一条大直路Communistikoskili Prospekt, 实际上就是日治时代当时日本人所修建的化泰神社表参道。 这一条路连线住整个南萨哈林斯克市区最重要的政府机关、 医院、学校、剧院及博物馆。 室内主要的景点,集中都在这一条长约3000米的大道上。 Cosigalos Finitivity。 由荣耀广场向南步行约5至10分钟。 你会看到一个非常美丽的教堂。 Cosigalos Finitivity。 Cosigalos Finitivity位于城市东部的雪山脚下。 主要由蓝、黄、白三色设计而成。 是整个库业岛最大、最具极尾的东正教堂。 萨哈林铁路与铁路博物馆。 目前还在使用的萨哈林铁路, 其实是原日本铁道省的化泰东县。 从富香丁、金波罗奈斯克、金峰原市、金南萨哈林斯克、 修建至大泊港、金科尔赛科夫、市库业岛上首条铁道。 当时大泊港还有火车渡轮至泊联络船, 连线至北海道之内的宗古本县。 方便旅客前往闸幌及东京。 1945年后, 至泊联络船被迫取消。 化泰东线收归俄罗斯所有。 改名为萨哈林铁路。 俄国保留主要路段。 并改用俄国列车营运。 元属日本的列车组, 则放置在南萨哈林斯克火车站旁的铁路博物馆内展览。 赫尔赛科夫。 如果想体验萨哈林铁路。 赫尔赛科夫, 可以作为铁路旅行的终点。 赫尔赛科夫日文, 原名为大博。 是库叶岛最重要的港口, 以及第二大城市。 虽然是岛上第二大城市。 但人口外流非常严重。 室内人口并不多。 大量的流浪猫和流浪狗在市区内散步。 随处可见被废弃的铁路、工厂、 及住宅遗址。 这些被废弃的建筑, 在诉说住当年大博丁的繁荣景况。 俄罗斯特色日本料理。 库叶岛位于瑞霍茨克海北岸。 南萨哈林斯克, 距离北海道至内市, 只有一百多公里。 加上历史文化背景。 这使萨哈林人成为俄罗斯最喜爱赤身和寿司的族群。 南萨哈林斯克市内的西餐厅并不多。 反而最多的是日本料理餐厅。 料理时适当加入了俄罗斯菜的元素。 这使库叶岛形成一种特别的日俄混合料理方式。 这里所使用的食材, 都是从厄货刺客海新鲜捕获的。 不到2000卢布就可以品尝顶级的寿司与刺身。 十分划算。 当我看到一个金发闭眼, 完全不会讲一句日语的女士拿刀切刺身。 那一瞬间的感觉真的十分奇妙。 往来交通。 南萨哈林斯克机场, 唯库叶岛最大的机场。 有定期航班前往海参威、 伯利、雅库茨克、 奥哈、 北方四岛中的宅珠岛、 库里尔斯克、 宇国后岛、 南库里尔斯克等。 国际航线比较少。 只有前往首尔、 东京和札幌。 我选择从香港飞往海参威转机到南萨哈林斯克。 航空公司方面有俄航、 S7和Aurora三家可以选。 实际上三家航空公司, 是航班程式马共享的关系。 主要以海参威为基地的Aurora Airlines直飞。 北海道至内, 有国际渡轮来往科尔萨科夫。 行程约三至四小时。 不过只在夏季期间营运。 岛上交通。 库叶岛上的交通相当不便。 以南萨哈林斯克为中心的市区及附近城镇之间, 皆有巴士营运。 不过班次很少 而且没有英文资讯。 实际上市区并不大。 主要景点步行皆可到达。 南萨哈林斯克火车站, 早晚各有一班列车, 会经过科尔萨科夫。 南萨哈林斯克火车站外的115号巴士, 也可以到达科尔萨科夫。 另外还有巴士前往霍姆斯克、 多林斯克等地。 乘车地点都集中在南萨哈林斯克, 火车站的站前广场。 不过班次不多, 如果你想要到更偏远一点的地方 体验库列岛。 最好寻找旅行社协助。